合体后的金银二老有什么特殊能力 他们具体境界是什么 金银二老是黑角狱的一届散修 两人并未开宗立派 修行历练从来都只有他兄弟二人 多年的拼杀 让金银二老迈入了窦皇巅峰的层次 也在黑角狱中博得了赫赫凶名 只是对于再两位老者来说 却是一直存有一个心魔 任凭他们如何努力 却是始终无法突破窦皇的杖壁 迈入那窦宗之境 尝试了近十年的时间 兄弟二人都未有所寸境 于是这二人剑走偏锋 研究出了一种融合斗技 施展完这个斗技后 金银二老将合二为一 化身一位头上长有一对机脚 身后赤一半斤半银的绝朔老者 融合后的金银二老 实力并非普通的叠加 而是会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兄弟二人也是靠着这门独门斗技 强行撞开的斗宗门槛 合体后金银二老斗气 速度力量全方位提升 能够发挥出一星斗宗的实力 对比苏千的二星斗宗其实还是要弱上一线 不过牵制住苏千让其无法脱身 对于金银二老却没有太大问题 并且合体后二人还能使用求天术的封印术 随着金银二老的手中结印 一尊由无数金光构筑的球龙 将出现在这方空间内将对手封印 能够极大程度限制对手行动 拖延对手的时间 当然融合斗技存在以上的优点之外 它也是会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它对施术者的要求极为苛刻 唯有血脉至轻且实力相仿包兄弟才能使用 于旁人而言 这种融合斗技根本没有用 其次 这种强行拔高的境界 也存在着斗气虚浮的问题 无法长时间的熬战 因此 苏千才会嘲笑这兄弟二人是一个伪斗宗 只要长时间缠斗下去 金银二老必败无疑 斗皇与斗宗之间差距 绝不是他们一个融合斗技能弥补的 苏千这些话语的刺激 也是句句戳到金银二老的心窝 他们对于斗宗的执念差点成心魔了 这次 他们之所以不惜得罪迦南学院 也要协助韩风抢夺一伙 就是想要依靠韩风的丹药 尝试用外力的方式冲击斗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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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和抗争